《封神演义》里,为何李静的身份显得比较尴尬?他又如何成为大赢家? 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在《封神演义》,有几个大家族,有殷商王族,有黄飞虎王爵家族,有东、西、南、北四大伯侯家族,有冀州侯苏护家族,有将门邓九宫家族,有陈堂关李静家族,很不幸,除西伯侯激州家族外,几乎所有家族几乎不负荣光, 甚至灭族,唯一类外的,就是陈堂关总兵李静家族,《封神演义》,家族几乎都是世袭家族,李静是不是世袭家族子弟不可靠? 他仅仅陈堂关总兵,比不过冀州侯苏护和曹州侯虫黑虎,只能算三四等人物。 李静在没有下山之前,他师从西昆仑渡厄真人,渡厄真人还有一个弟子,明正伦,正伦死后封神,为亨哈二将当中的亨将, 在《封神演义》里,没有具体描述渡厄真人的出身来历,只知道他在西昆仑修道,是西昆仑散仙。 另外,渡厄真人还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结教石姬娘娘,另外一个是产教领导大法师,渡厄真人的身份地位, 算起来应该是与产杰二将的二代弟子相当,如此一来。 那么,是从杜厄真人的李静,他的辈分,应该算是产杰二将的三代弟子。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言归正传。 后来,李静下山,做了商朝的陈堂官总兵一职,在这之后,他生子金渣,木渣,以及后来灵珠子转世的哪渣。 金渣师从产教十二经仙之一的文书广法天尊,木渣师从谱贤真人,哪渣师从太义真人。 这么算起来,李静的辈分就显得比较尴尬了。 他是杜厄真人的弟子,杜厄真人算是产杰二将的二代弟子。 虽然李静是三个渣的父亲,但是如果按照产杰二将的辈分来算,他又是与三个渣同一辈分。 这就让小编想起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一个笑话。 我叫你爸,你叫我哥。 本来吧,李静的辈分尴尬也就尴尬了,这也就尴尬一次。 但是因为哪渣的追杀,为了求燃灯道人救命,李静又拜燃灯为师。 燃灯在产交的地位不一般,虽然他也称呼原始天尊为老师,但是十二金仙包括江子牙。 又都称呼他为老师。 这么算起来,李静的辈分又长了一级,本来他与自己儿子的辈分是一级的。 现在长了他们一级,算是正常了。 但是,尴尬也就尴尬在这里,以李静的修为根本就没资格与十二金仙平级。 而且他以前拜杜恶真人为师,那是算铲教三代弟子的辈分。 假如说李静跟着燃灯道人,然后一同见到了十二金仙,又见到了他原本的师父杜恶真人,那么李静该怎么称呼他们? 称呼他们为师叔,这就让燃灯道人降了一级,不好,假如称呼他们为师兄,那么李静又该怎么称呼杜恶真人呢? 肯定不能称呼师兄,但如果直接称呼老师,那就让十二金仙比杜恶真人低了一级。 也不好,这样的情况,导致李静根本没办法称呼,还有后来燃灯道人加入西方教,成为了燃灯佛祖。 有了这个一教之主的身份,燃灯的地位瞬间就与原始天尊同级了。 而在这之后,作为燃灯徒弟的李静,那辈分必然已经确定等同于产交的二代弟子。 在十二金仙面前,李静还不算太尴尬,毕竟他与十二金仙没什么关系,但是在杜恶真人面前,李静的辈分已经与他同级,而神仙的寿命又是无穷无尽的。 有了燃灯道人的身份,李静必然没办法再称呼杜恶真人为老师。 否则这对燃灯就是不恭敬,人总要做出取舍,总不可能像蝙蝠一样,说自己又是兽类,又说自己是鸟类吧。 所以,李静的取舍,便是与燃灯道人越来越近,与佛教也越来越近。 小编在网络上看到不少人说,《风神演义》中的李静被动画片《哪吒之魔童将士》给洗白了。 说在《风神演义》和《西游记》里是妥妥的反面例子,其实真要说李静这个人,我们可能很难从《西游记》里的直言片语去评价,这没办法,《西游记》讲的是西游故事,李静和他的儿子哪吒一样是属于边角人物。 不知道是极限的配角,不可能有大篇幅的文字去描述他,所以我们要评价李静的人设,只能从《风神演义》里来看。 虽然在《风神演义》中,李静仍然是个打酱油的存在,但毕竟作为主角团之一的哪吒的父亲,李静还是有一定的存在感的,拉低李静存在的。 无非是李静后来投奔西游之后,没什么耀眼的战绩而已,但是这没办法,李静法术不高,在没有玲珑塔的时候根本不是哪吒的对手,更不要说比杨俭这些人了。 所以看完整部《风神演义》,李静就没什么像样的战绩。 网友对李静的评价还算手下留情了,只是说他是个反面例子。 要说,中国文学史,对李静的评价就更差了,直接说李静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不顾人文亲情。 其实给这个评价主要是说李静在面对四海龙王要哪吒替叶叉和东海龙王三太子偿命时,李静父子亲情,让哪吒自杀身亡。 另外一个就是后来李静在翠平山砸了哪吒的行宫,毁了哪吒的今生。 但是,这些事情里面,李静砸哪吒行宫,毁哪吒今确实做得挺过分。 但是说前面面对四海龙王时,李静的表现是自私自利,这着实有些说不过去,因为李静除了是哪吒的父亲之外,他还有一重身份,就是陈塘官总兵。 总兵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风神演义》是明朝时的作品,参考明朝官职来说,总兵是明朝的高级将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军区司令员,是很高的官职了。 李静是商朝的陈塘官总兵,也是属于商朝的高级将领了,既然是朝廷命官,那么他在陈塘官镇守,就不能仅仅只考虑自己一人一家的利益了,如果站在这个角度。 我们再来看李静面对四海龙王的反应,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请注意,在《风神演义》里面的哪吒,可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哪吒闹海》,里的少年英雄形象,小说里的描述,哪吒完全是个惹是惊,一个顽劣少年。 看小说里面哪吒的行为,首先就得看哪吒在酒湾河洗澡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里面,哪吒连杀了夜叉李良和东海龙王的三太子敖炳,当然双方互有过错,李良和敖炳不该一言不合就动手,毕竟他们都是神将,而对方不过是个七岁的小孩子罢了。 就哪吒而言,他是太乙真人的徒弟,身怀重宝,应该知道自己手中宝物的力量,更何况他是神仙的徒弟,我们就能再把他当成普通小孩来看待。 结果他却举手就杀了夜叉和敖炳,还抽了敖炳的龙金,东海龙王本身是想去玉皇大殿那里讨公道,这次就不一样了,直接说下狠话邀约其思海龙王一起来评理,所以说李静不喜欢哪吒是有原因的,试问我们现在的父母, 如果遇上自己的儿子如此顽劣,特别是手上还有命案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又有多少人能够不管不顾去庇护呢? 难道还能大过法度,怎么说还是得让小孩子去受点教训? 那么面对思海龙王,李静又该如何呢?难道选择和思海龙王斗个你死我活吗? 哪吒后来一句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尽了之后成了少年英雄,但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先前做事别做那么绝也可以啊? 李静早年和江子牙差不多,也是心目仙道,在西昆仑拜师杜恶真人,他比江子牙幸运,结识时机娘娘过早没有被杜恶真人巫人子弟,早早下山结婚生子,关居陈堂关总兵,妻子还是殷商宗室。 在陈堂关,李静与东海龙王为灵,成为好朋友,给当地带来风调雨顺。 在任上,李静小心谨慎,广结善缘,无人低调,他没有被咒王发现他的与众不同,就尽职尽责抵抗着东伯侯江文焕的进攻。 李静最大的成功是他的儿子,老大金扎被文书广法天尊为徒,二儿子木扎被谱贤真人收为徒,都是产教十二金仙的徒弟,圣人原始天尊得徒孙。 三儿子哪吒是产教祖庭欲须功德灵诸子下界,负有天命伐咒先锋的重任,因为儿子哪吒,李静拜师产教副教主燃灯道人门下,得到二十四层玲珑宝塔,与十二金仙都可以称兄道弟,知道产教的指示,即使选择归隐,等他出山投靠西旗,他与殷商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也算自主择业了。 其他几大家族有的有理由,有的没有任何理由判伤归州,是殷商叛徒,都是有品德有亏的人,李静在西州,没有像黄飞虎,邓九宫等那样积极,也是默默无闻,也没有突出功劳。 封神结束后,李静和三个儿子都是肉身成圣,至于李静的低调性格有关,成功逆绝,低调,广结善缘,不做老大,圣者为王。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